大家都知道演员演出一生,除了赚钱,最主要的就是自己的演技可以被大家肯定,不管是现在的流量小生,小先手,还是已经在演技界努力了多年的老人,都希望自己的演技被国家肯定,能被凭上国际一级演员,是演员莫大的荣誉, 所以每次的国家一级演员的评比,都是非常的严格的,而今年的一级演员的名单已经公布了,宋丹丹,赵本山,胡军等人都上榜了,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,宋丹丹绝对是一流的演技,在我们看他和赵本山大叔的小品,就能看出宋丹丹的演技了,还有刘晓庆,李又斌等等,你们会发现,只要是能上国家一级演员名单的,大多数是为了演艺界, 已经奉献了半辈子的人了,并且演技绝对不含糊,而六小玲虹,陈道明这些实力派的演员,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堪称是经典之作了,其中还有一位我们也是特别熟悉的就是王妃,王妃在其中也算是一位特殊的存在了,大家都知道王妃本是歌手出身的, 他在这次的名单中也是唯一一位一个人出现的明星了,这样的区别足以说明王妃在演技的地位了,而当下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明星, 杨幂,赵丽,陆涵,邓伦,迪丽热巴,杨颖等人,是无一人上榜,没有这份肯定, 也说明了对于那些老人来说,他们的演技是真的,还没有到那种程度,而国家的这一举动也足说明了,在这份荣耀面前, 看的不是有多少人喜欢你,追捧你,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你的演技,而这次的名单中,没有一位现在火热的小鲜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